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男孩穿越回过去,不仅撮合了父母相爱,自己也遇到了欣赏人 他万万没想到,喜欢的女孩竟跟自己一样也是穿越人 恩杰和恩佑得知了彼此的穿越身份 待在了原地,正巧小灿到来 看到他们手里的智能手机 小灿走过来想看看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两人立马把手机装起 恩杰躲避着向自己靠近的小灿 情急之下拉着恩佑临时下车 两人坐下来好好交流彼此的底细 恩杰说起自己是小灿和清雅的儿子 为了撮合父母相爱,同时阻止父亲发生意外 让自己顺利出生才来到这里 恩佑坦白自己是诗经的女儿 她来此是为了找到妈妈的初恋 阻止父母在一起,以防自己出生 解释完来龙去脉,两人恍然大悟 原来对方是同龄人 并不是原本以为的大叔大神 不禁感叹着这奇妙的缘分 小灿找车来接他们会合 而来人竟然是乐器店大叔 也就是诗经的亲生父亲 恩佑的外公 路上大叔一直在后视镜里头看恩佑 被恩佑发现时又马上回头 想起上次大叔见到自己 一下叫出了诗经的名字 恩佑直觉大叔肯定认识妈妈 成功跟众人会合后,成员们为原创歌曲脚尽脑汁 恩佑玩心大起,弹了几首2023年的歌曲 恩佑吓得赶紧把她拉走 嘱咐她不要做出怪异的行为 免得引起怀疑 清雅一个人在河边画画 小灿怕她无聊,抱来一只小猫陪她玩 清雅想根据小猫的面部特征给她起名字 这样在笔画手语的时候比较方便 说到名字,清雅告诉小灿 自己的脸部名字是清澈之音 而她给小灿起的面部名字叫闪亮之音 因为在她心里小灿演奏音乐时 最耀眼最帅气 清雅希望小灿不要担心自己 专心做音乐 清雅又自己要做的事 不会有寂寞或者被疏远的感觉 小灿看着如此动人又善解人意的清雅 再也控制不住汹涌的情感 在清雅的鼓励下 小灿灵感爆发 跟恩杰灵魂碰撞之后 仅用一个晚上就完成了原创歌曲的作词作曲 隔天成员们排练新歌 优美的旋律配合走心的作词 演奏了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他们的音乐梦 排练完成少男少女们在海边尽情吸囊 在友情爱情亲情的环绕下 谱写了一幅美丽和谐的画面 用餐环节大树给众人分烤肉 别人只分一片 唯独给了恩忧两片肉 明显区别对待恩忧 很快两天一夜的创作营结束 小灿给众人打气 比赛当天一定要赢过对手拿到第一 恩杰想和清雅一起回家 却被恩忧拉走 让她有点眼色 给父母创造独处的机会 小灿把清雅送到家门口 分别是两人恋恋不舍 小灿告诉清雅 如果再有人欺负她 一定要告诉自己 如果周围只有公共电话 那就敲打话筒 两次三次两次 那样自己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清雅明白了 在她手上演示了一遍 小灿正在放心跟她告别 然而就在转身时 清雅后妈突然回来了 后妈看到两人比划手语的一幕 也知晓了两人跟其他学生打架的事 她气急败坏 则骂清雅违逆自己 教训了清雅一顿 清雅不想再作以待毙 她删了后妈一巴掌 警告她在家里 没人敢违背她的命令 因为庸人们是被她用金钱收买的奴隶 但外面有另一个世界 她有一群会帮助自己的朋友 如果后妈再欺负自己 她的所作所为会被登上报纸 后妈气得疯狂尖叫 命令庸人把清雅抓起来 清雅赶紧跑回房间 给小灿发传真求救 而后妈像小时候撕掉 她写给爸爸的求救纸条那样 直接摔了传真机 清雅脑海里浮现出童年的回忆 那时候她跑下楼尖叫着向爸爸求助 可后妈欺骗爸爸 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叫她说话 只有这样清雅才能发出声音 爸爸信以为真 狠心看着哭泣的清雅被拉走 此时恩杰还不知道妈妈正经历着什么 她告诉恩佑 虽然成功阻止了父亲发生的意外 但还有一个坚决的任务 那就是让妈妈在外公面前发自内心的笑 回家后恩杰发现庸人神色慌张 她询问清雅在何处 庸人称清雅外出上课并不在家 恩杰来到清雅房间 看到了被摔在地上的传真机 她意识到清雅出事 并威胁庸人 如果不说实话就立刻报警 恩杰成功找到清雅 瞬间被母亲无助的眼神刺伤 恩杰不顾后妈的阻拦 执疑要带走清雅 她发誓等清雅父亲回来后 要揭开后妈的真面目 将清雅受过的伤害全部还回去 就这样恩杰带着清雅来到了小灿家 她把清雅的遭遇告诉了小灿和奶奶 小灿想冲出去找后妈算账 但奶奶拦住了她 让她站在清雅的立场上想一想 要不要给无知的父亲一个机会 只有清雅自己才能做决定 小灿痛恨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更对清雅的遭遇感同身受 因为她有一个抛下父母和儿子 迷上赌博四处流浪的父亲 那些生下孩子却又无法承担责任的父母 是一切伤害的原罪 在恩杰的安慰下 小灿渐渐平静 她坦言自己从未想过结婚 因为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疼爱 她害怕自己会不知道如何去爱孩子 恩杰安慰她 小灿以后不仅是一个好丈夫 还会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 小灿以为她在开玩笑 殊不知这全是恩杰的肺腑之言 奶奶来到清雅的房间 心疼着这个苦命的孩子 奶奶叮嘱清雅 下次如果再有人欺负她 不要忍气吞声 一定要立刻跑来这里 或者干脆留下来生活 清雅听懂了奶奶的话 一个人担惊受怕 在地狱里生活了那么多年 她第一次感受到 长辈的善意和温暖 忍不住扑进奶奶的怀里痛哭 小灿和恩杰结束谈话 回去陪清雅 发现清雅在奶奶的陪伴下 正和其他人一起打牌 脸上露出了笑容 小灿加入战局 大家热闹的玩在一起 恩杰却来到外面 伤心的哭了 她终于明白 爸妈年轻时 也曾有过苦涩的青春 但他们战胜了那些痛苦与创伤 成为她的父母 给了她和哥哥最好最完整的爱 另一边 恩又查到了母亲亲生父亲的资料 这才知道原来乐器店大叔 就是自己的外公 而且外公曾是韩国乐队的传奇人物 但有传闻称 她和新人女演员交往 生下了私生女 导致乐队解散 退役乐坛 传闻是真是假 直到现在还是个谜 恩又顶着妈妈的身份 来到外公的乐器店 询问关于演员外婆的事 谈话结束 她哭着给恩姐打电话 告诉恩姐她想妈妈了 想吃妈妈做的饭 恩姐带恩又来到了奶奶家 告诉她自己还有个哥哥 说到哥哥 她不禁感叹着 好想哥哥恩浩 听到这个名字 恩又愣住了 因为恩浩是她在医院治疗 暂时听障时认识的朋友 学会的手语就是恩浩教的 恩姐也想解 哥哥曾说自己认识了一个外表亮丽 学大提琴的女生 没想到那个人就是恩友 恩姐不禁感叹 自己和恩又的关系 真是千丝万缕 这时恩又突然想起 她曾听哥哥恩浩说起 导致父亲失去听力的那场意外 按照时间来看 意外还没发生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